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X0536 Entry 播放模式 Chromials 分辨率1920 X1080 视频宽高848 X480燃亮50% 视频协议 HTTP FCD NAPD 63 C5 D5 EDCA 113749 B0377 B1 EC9 CBD 6F V SMT CDS S COM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属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6日9点57分22秒 播放流水5B25 F444 A60 A3 43FD 033 CDBACT 6B568 70201 本地日志 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扣栏层闻顶隐蔽机的妙传 第一单手霸气扣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 VIDEO ARR PUSHVX0536 Entry IMJ HTTP News GTIMG.COM NewsApp LS 047 0646 325 660 4800 视频 扣栏层闻定义笔机的妙传 第一单手霸气批扣 时长约1分6秒 腾讯体育8月6日去 北京时间8月6日下午 有消息称 前上海南篮主力内线层闻顶 已经在上周和四川南篮牵钉 新的赛季 层闻顶还将继续在CBA效力 他将成为四川南篮的一员 福建二 6岁小伙打球一把猝死 请不要让这些惨剧再发生 就可靠消息源透露 此前在CBA上海大鲨鱼队效力多年的台湾中风 曾文鼎 已经与上周与四川金墙队签约 合同为711年 微博称呼外半神半卡特 的知名体育博主在微博上 透露了曾文鼎和四川队签约的消息 上海队在今年夏天完成投资人的更换之后 请回了前球队主教练李秋平 球队标志人物刘伟 也在其更四年后重返上海队 另一方面 上海队和球队主力中风 曾文鼎离开球队 如今他已经和四川队签下了一年合同 曾文鼎今年已经34岁 作为一名内线 他的身高只有2.04米 身高处于劣势 自从2011到12赛季来到CBA打球 曾文鼎过去一直在上海队效力 而且成为了上海队的主力内线 上个赛季 曾文鼎代表上海队 参加了40场比赛 场均获得了18.1分钟的上场时间 场均数据为2.7分2.1个篮板 在场上 经验丰富的曾文鼎擅长侧应 带进攻能力略显欠缺 四川队在今年夏天放走哈达迪之后 球队之前的独冠阵容进一步瓦解 同时 无难去船也将离队而且要加盟同袭队 而老将刘伟的离开则让四川队的阵容 进一步成为了青年军 曾文鼎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 也可以在船包带上做出一定的贡献 把马 好 好 好 sound craft